李專打電話給我 就說你要不要換日圓 跟他講說我在觀察一些指標 但是一些訊號還沒出來 我就不會換 哇 你先跟李專講 再跟我們講太不公平了吧 沒有 就訊號還沒出現嘛 還說不及嘛 好 打三個訊號 歡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夏韻芬 你有換日圓嗎 你跟我的朋友一樣嗎 換了八次的日圓 到最後窮的只剩下 日圓了 到底日圓該做怎麼樣的一個看待 未來投資的契機在哪裡 我們今天好好跟大家來探討一下 好 歡迎一下我們的好朋友 郭海觀察家張宏昌 張大帥 大帥好 余芬姐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講的是真的 我朋友換了八次了 他是有數百萬的日幣 但最後是 這我相信 因為我上半年的時候 大概日幣在往120充的時候 就有李專打電話給我 就說你要不要換日圓 包括美元定存 我說日圓我跟他講說 我在觀察一些指標 但是一些訊號還沒出來 我就不會換 李專就很好奇 就跟我聊天聊起來 所以哪些訊號 我說有三個 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你先跟李專講 再跟我們講太不公平了吧 這訊號還沒出現嘛 算不及嘛 好 哪三個訊號 日幣 為什麼大家很多去換日幣 因為現在台幣 對日幣已經創25年了 便宜的低點 很多人這一輩子都沒有看到 那麼便宜的日幣 而且常去日本觀光嘛 你看25年到創32年新低 對 創32年新低 來 我們來想 第一個訊號是什麼 來 我們先看一下 日圓從1985年到現在的 一個走勢圖 你就可以很清楚了解 日本大升值 耳熟能詳就是所謂的廣場協議 廣場協議什麼 美國逼迫日圓是升值 那時候美國有雙次制 他希望日圓去升值 那時候就從2005、2006一路升值 那接下來升到81塊之後 有第一波的貶值 第一波貶值分兩段 第一段就是36% 第二段23% 這為什麼日圓會貶值呢 第一個 每日的利差在擴大 跟現在情況很像 那時候日本有個經濟病 那個失落的30年開始 日本很多的金融機構 那時候開始紛紛倒閉 有沒有聽到三一證券 日本的第四大證券 那時候就倒閉 那不只三一證券 很多銀行都倒閉 所以他讓日本維持寬鬆的政策 但美國那時候的科技股很強 所以他開始升息 所以利差擴大 日圓開始貶值 第二個就是亞洲金融風暴 這大家也有印象 1997年 所以亞幣都在貶值 所以那時候日幣 兩波的貶值到146塊 那什麼時候讓日圓 有貶轉身呢 因為那時候發生了LTCM事件 就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 他是套利 他一個進行套利的公司 那時候成員還包括聯準會官員 財政部官員 還有諾貝盒獎 結果他們因為什麼俄羅斯債券違約 所以整個就出事了 出事了 那時候日圓 因為他是避險貨幣 跟歸史法人都是避險貨幣 所以那時候日圓就有貶轉身了 那第二次貶值 大家一定印象非常深刻 就所謂的 安倍晉三的三支劍 財政貨幣 跟所謂經濟結構改革 那時候就讓日圓 貶值了38% 要到125塊 那什麼時候有貶值 變成升值呢 因為發生了英國託事件 那我們這邊先打住 日圓會有貶轉身的 第一個訊號就出來了 因為你看 只要發生全球有金融危機的時候 它就會轉回升值 對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第一個訊號 只要全球有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 日圓就會有貶轉身 因為它比較像一個避險貨幣 對 它像一個避險貨幣 所以那些避險的資金 就會往日圓去靠攏 它就有貶轉身 買盤就進來了 這是第一個訊號 那接下來我們談今年 今年如果從2020年的話 它是貶值了33% 可是光是今年就貶值了24% 最低到151.9% 這時候就有不同的聲音了 像日圓先生 省元英姿就說 這個會貶到170% 哇 嚇死人 那個書枝一出來嚇死人了 他說明年4月以後 日本央行一定會受不了 至少會升行一到兩次 這個觀點頭東也講過 他認為說明年 日本央行會撐不住 但第二個 第二個有一個不同意見 新展銀行 他說日圓餅過頭了 前陣子在講 所以到150的時候 大家開始意見就不一樣了 你會看到不一樣 但日圓為什麼 今年會走得這麼的弱勢 這麼弱勢 其實跟日本央行的一個態度有關 我們來看一下 日本央行說我愛利率 我不愛匯率 他為什麼 因為他執行了一個 殖利率曲線政策 YCC 他堅持以0.25%的資金無限量購買10年債 所以大家看這個表有沒有發現 美國、英國、德國 他的最近殖利率都往上走 像美債殖利率 大家很知道 好像都要4% 另外呢 中國跟日本維持寬鬆貨幣政策 他們10年債殖利率都是平的 有沒有 日本是平的 都平的 就這樣子 所以但是無限量去購買 那現在日本已經買多少日本國債呢 到6月的最新公告的數字 已經超過5成了 這個數字在2013年才10% 他現在已經買 就是說日本國債有50% 已經在日本央行手上了 那現在大家估計 在11月份這裡已經到65%了 估計到明年第一季 他會買8成的日本國債 也就是說幾乎國債都在日本央行手上了 他跟市場所有人對坐 他無限量買這個日本國債了 你們不要我就買啊 對 全球的買盤就剩他一個人 另外呢 後來到150的時候 他也不願意鬆手 他寧願砸錢 來互匯率 到150最近就開始互盤了 所以開始意見就不一樣了 看今年的日圓 日圓幾乎是所有的貨幣裡面 貶值最多了 比歐元人民幣這些都還貶還多 繩子的是俄羅斯 他不予討論 不予討論 你看日本多大手筆去干預匯率 9月22日他花了2.8兆日圓 這個金額大概191億美元 這個是24年首建的紀錄 大家以為說 這個金額已經很瞠目結實了 沒想到11月份 他立刻又砸6.35兆日圓 再來互盤 互那個匯率 這個已經430億美元了 兩個月相加 已經超過過去30億 日本央行 那個互盤的一個金額 你要知道這個手比有多大 所以現在衛匯存款 就剩1.24兆 已經創2017年新低了 哇 這銀彈不夠了 但是1.24兆 也是告訴大家 我的口袋很深 我還有1.24兆 還有1.24兆 但是像德穎最近又出了報告 就說他這個策略 YCC策略 他認為這個已經沒有意義了 他就覺得註定會失敗 但是我的看法認為說 如果這個央行總裁 黑田東彥還沒有下台之前 我覺得他會繼續撐住 他會繼續做互盤干預的動作 可是如果說貨幣一直貶 當然大家都知道一個國家的貨幣貶 國力也不好 經濟也不好 對 所以就開始說 他貶值他為什麼要干預 就是因為後遺症開始浮現 他一直撐盤 因為全世界都在升息 都在緊縮 只有你在寬鬆 就跟大家不一樣 所以後遺症就開始浮現了 你看因為日元貶值 你的進口東西就變貴了 那尤其是日本所缺乏的能源 跟原物料 你東西都變貴 所以你的什麼 那個逆差就開始擴大 大家看這個表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看到最近 這個逆差一直擴大 之前都不會 但最近那個貿易逆差 慢慢來擴大 就變成日本國家的一個壓力 另外他估計的通膨 因為你進口物價能源都增加 他的通膨CPI 從今年預估的2.3變2.9 你覺得說 那央行的目標不是達成的嗎 這是創40年新高 不是目標達成高 黑田東天說 不是我要看到持續性通膨 我才能夠放心 所以他沒有打算要鬆手 另外其實這個日元貶值 變成一個負向循環 他因為物價上漲 企業的獲利一定會成本上升 獲利下降 然後接下來獲利下降之後 所謂的經濟壓力更大 其實壓力更大 他更要寬鬆 他更要寬鬆 日元又貶值 這變成一個惡性的負面循環 這對日本央行能不能繼續玩下去 大家都很質疑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情況 日元如果繼續升值 央行撐不住的話 還有一個效應 我要提醒大家 也許明年 不知道會不會發生 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這所謂的 渡邊太太效應 什麼叫渡邊太太 這個名詞 是英國經濟學人先講的 日本有很多的家庭主婦或散戶男 他們喜歡做一些海外的交易 那渡邊這個是最大的姓氏 最近常常借日元去投資海外資產 因為日元太便宜了 也低利 投資海外資產 到最新的資料 9月份 日元換美元 突破 第一次突破1000兆日元 這是去年的2.8倍 你就知道多少的渡邊太太 她去借日元去海外投資 萬一日本央行受不了 開始升息或開始緊縮的時候 這些資金要什麼 從海外回來 那是賣什麼 賣海外資產 所以全球股市或金融市場 會不會受到震盪 不會喔 所以這個大家後續要留意一下 渡邊太太的效應 假設日本央行 開始轉回升息或緊縮的時候 不是只有日本本身國家的事情 這是全球的事情 大事情 當然我們講到日元也要提到說 對台股的一些影響 對台股的影響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受惠產業 我大概整理一些法人的報告 他提到這些產業像觀光啊 旅行社 航空這些 另外還有受害產業 大家現在去日本玩 可能是覺得日本東西很便宜的吧 因為貶值的效應 旅行社 觀光行業 這些航空都會受惠 那這個東西其實很雜 我給大家抓重點就好 第一個 這樣就好了 你只要抓能夠成本降低 像日元負債 能降低的產業 或是你手中的股票 只要因為這樣子 日本日元貶值 可以受惠成本降低 那就是好 第二個呢 受害的就是什麼 你跟日本的企業是競爭關係 你投資的股票是競爭關係 那就表示一定受害嘛 對 因為它貶值嘛 那它出口可能價格就可以賣得 比我們更便宜一點嘛 而且人家Made in Japan嘛 就不一樣 所以抓這兩個重點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最後的結論就是說 日元哪三個時機呢 它可能會指貶回升的 第一個 為什麼都一直貶值 就是因為什麼 聯準會一直升息嘛 這是暴力升息 所以聯準會只要能夠停止升息 身為轉降息的話 而且只要預期 大家市場就預期的話 那日元可能就會指貶回升了 但是呢 我給貼了一個大報 就是上次那個聯準會開會之後 鮑娥開口 他說慢慢升升跟快 升升不息 所以這個短期內還不會看到 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跟大家一開始提到了 你發生金融危機 或是貼黑天額的時候 日本可能會變成避險貨幣 那時候會升值 第三個呢 日本央行態度會不會改變 明年4月 他們現在現在限量總裁 黑田東漁會任期借滿 到時候現在任總裁 他態度會不會改變 明年4月這個觀察重點 所以聲援音質才會說 明年4月以後可能會鬆動 他會這樣講 那最後結論就跟大家講 所謂日元你要去抄底 或是想買來 以後去日本玩的時候 不要去剪刀子 你等到那個趨勢反轉 再去買還來得及 不過說實在 大家去換日元 比方說你就換美元 你可能會用美元去投資 你換歐元 你也會用歐元去投資 但你換日幣 大部分都去玩 百分之一百是去玩 沒有人會用日幣去投資 日幣你放定存都沒利率的 沒利息的 所以你可以等那個訊號出來之後 你在進場去買 然後再去日本玩 最理想的狀態 真的不要窮的只剩下日元 好 非常謝謝張大帥 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你還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不要忘了按下下方的愛心 然後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也請訂閱Light Today的官方帳號 就不會錯過芯片囉 Today才知道 天天帶你掌握全方位的財經資訊 每天下午1點 Light Today的理財分類 準時上線喔